精工Pisace計時錶SRQ031 在外國市場會做一個很大的迴響 在社群網站上很多美國人都會把照片放上去 如果只是以錶論錶看到內圈做了一個閃亮的圈 其實這錶的圈形是一隻單春Cornel 在六、七十年代的精工計時錶 是奧運的版本 換了三圈計時錶 正常計時錶不是單春 我覺得這個造工真是很漂亮 DOOM的Crystal 有很多玩家喜歡的直腳 大家看到了這個直腳的計時錶 似乎這個殼是一個暫時的樣式 不是用一些之前出的殼 只換了錶面就算了 雙向迴轉的一個計時圈 也是一隻造工不錯的手錶 這個直腳就令它有懷舊味道 而事實這錶看上去就像一隻VintageCornel 整隻錶都漂亮 不過我自己就真的不太喜歡這個 日曆的部分 如果去買日曆 我相信這錶就更加漂亮 再減少少字 不過我不是一個設計師 別人有他們公司的考量 但整體來說也是一隻漂亮的錶 定價是25,000 現在精工這條線 實在是有很多發展的空間 甚至乎用一些舊款的復刻模式 又或者用很多不同顏色的Dial 去吸引人 再看機身就不是打磨得很好 人們都是玩錶面 樣色 就不是整隻完美 不過我自己這樣看 現在再看精工的針和index 事實上就越來越 脫離了那個chip手錶的味道 當然日本人做事 比較細緻 但是你也不要想著 可以用幾千元就買到幾萬元的東西 他們永遠 賣到這個價位 就有它的質素 好玩的手錶 說回它的計時 我也是這樣說 是略實的 不過很多人玩這些錶 都不會這麼考量 計時的功能 他說實而已 那個回彈 各樣也是很實正 看它的回彈回去的時候 不會震針 各樣的東西 同期還有一隻 Porspect 就是 復刻 之前的太金屬樣色的紅貓面 我覺得那隻都不錯 不過相對來說 這一隻似乎 多人喜歡一點 有了復刻手錶的舊款的加持 都是通常 就得到多些大眾的喜愛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謝謝 我們很有講詞 我曾考試看 我會跟你講 好啊 我寞 對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